我们的小番茄准备8元了 我们这边产量高 大约产量大约2万斤 那用什么方法得到2万斤呢 第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控网 你看间间非常短 是吧 用控网的方法就是我们煮盖上 到1米8的位置能够接到13岁管 第二是我们用的侧枝柳管 全是侧枝 侧枝再接管 是吧 这侧枝 这也是侧枝 侧枝柳管呢 多接三岁管 一般是369 12 一个干 20岁管 我们采用双干整枝 双干整枝呢 有一株接40岁 一亩地2200克 然后我们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就几个技术 第一个技术呢 起干 起高龙 种单行 起高龙 然后呢 灌两次生肝剂 跟起发达 一般人种小番茄呢 它的整支方法呢 是不是 叉子全抹去 侧枝不留 是吧 叉子全抹去 然后呢 底部叶片打干净 果实接到哪里 叶片接到哪里 是吧 你这用这个方法 种植番茄 一个是产量低 为啥产量低 走衰 越往上 果实越小 叉子抹干净 结果量也少了 所以说呢 我们今年 研究的新技术啊 就一反常态 第一个呢 测制硫果 这全是测制 是吧 是吧 测制硫果 测制硫果 是不是增加产量 那为啥 能测制硫果 因为我们番茄 每岁哈 就结果量不足 三个叶子 能结 一斤的番茄 我们每岁 每岁果达到一斤 所以说我们用 叉子硫果来提高产量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这叶子啊 我们有中间这叶子 下不留步 下不留意 我们为什么下不留意 因为下不留意 它光和咱们的产物 来养根 营养回流 来养根 落下的叶子 你这得光头脱了 那根 什么营养来养根 第三个是呢 我们必须全素施肥 不能造成缺素 必须淡来一家 根本就天文彭心 按无土栽品营养叶的比例 来施肥 不能缺素 这一缺素 下面黄叶 下面一黄叶 没有营养来养根了 上面出现黄叶 是吧 也不能再加西红柿了 然后第四个是呢 我们咋回事呢 我们就是控妄 用控妄药 控妄有几个好处呢 一个短节 不落弯的方法 接13岁果 然后呢 第二个好处呢 就是尝量钩 你不控妄 那营养 长柴鹤 长质干 你控妄呢 就变果实 是吧 然后呢 最后一个技术呢 我们测脂结果 看什么 测脂结果 测脂结果增长30% 那种小番茄呢 来我这学也行 那种小番茄呢 那种小番茄呢